請大家來介紹看 好 我知道那個同影片會自動下一頁 那個 大家好我是Timo 然後今天來介紹PTT不能亡這個專案目前的進度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是以每一個季度在發新的版本 那因為我們所有的參與者都是志願者 那開發安卓開發iOS以及開發中台就是中間應用層的部分 都是由志願者提供就是他們自己的時間 然後上來做程式的開發以及協助做測試這樣子 那在上一個季度的時候我們找了1000個人做APP版本的測試 不管是iOS或安卓 那這部分測試完到一個段落之後 我們收了許多想要調整以及想要修改的這些測試的意見 還有測試的功能 還有壞掉的BUG這些 那目前的狀況是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安卓的開發者來幫忙這一塊 那當然iOS也持續有在進行中 目前iOS是一個比較穩定就是有開發者在持續的微運的狀態 那安卓這邊呢 因為陸續有幾個開發者因為自己生活或者是工作上面時程的關係 現在暫時我們有些BUG以及有些issue沒有人在修 那我們希望可以增加就是在安卓這一方面 更多開發者進行投入 然後把安卓這一方面的issue以及BUG補齊補上來 那希望有機會在下一個季度就是我們可能在第四季的 就是今年年底的時候希望有機會提一個新的版本 然後做為我們第三個版本的釋出這樣子 對那所以如果今天對於安卓開發有興趣 或是對於PTT不管是對於中台就是中介應用層做API 然後做開放資料就是看得懂目前現代化格式的部分 或者是對於iOS開發以及對於安卓開發有興趣 對於整個PTT未來他下一個階段想要做的 新功能有興趣的都歡迎來找我聊聊 好謝謝 謝謝Timo